明述记第26章 瘟疫以后 伊和华对摩西和亚伦的儿子以利亚萨说 你们要把以色列会众从20岁以上 在以色列中能出去打仗的 按着他们的附加计算数目 于是摩西和以利亚萨祭司在摩亚旷野 就是在耶利哥附近的约旦河边告诉他们 从20岁以上的 你们都要登记数目 这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从埃及地出来的以色列人既有 以色列的长子刘本 刘本的子孙属哈诺的有哈诺家族 属法禄的有法禄家族 属西斯伦的有西斯伦家族 属加米的有加米家族 这些是刘本的家族 他们被数点的共有43,730人 法禄的儿子是以利亚 以利亚的儿子是尼姆利 大滩 雅比兰 这大滩和雅比兰 原是从会众中选拔出来的 他们和可拉一党的人一起与耶和华争吵 以与摩西和亚伦争吵的时候 弟开了口 把他们和可拉吞了下去 可拉与他的同党都死了 那时有火吞灭了250个人 他们成了警戒 但是可拉的子孙却没有死亡 西勉子孙按着家族 属尼姆利的有尼姆利家族 属雅敏的有雅敏家族 属雅金的有雅金家族 属谢拉的有谢拉家族 属扫罗的有扫罗家族 这些就是西勉的各家族 共有22,200人 迦德子孙按着家族 属喜愤的有喜愤家族 属哈基的有哈基家族 属舒尼的有舒尼家族 属阿斯尼的有阿斯尼家族 属以利的有以利家族 属雅律的有雅律家族 属雅列利的有雅列利家族 这些就是迦德子孙的各家族 按着他们各家族被数点的 共有40,500人 犹大的儿子是尔和俄男 这儿和俄男都死在迦南地 犹大子孙按着家族 属士拉的有士拉家族 属谢拉的有谢拉家族 法勒斯的子孙属西斯伦的 有西斯伦家族 属哈姆勒的有哈姆勒家族 这些就是犹大的各家族 按着他们各家族被数点的 共有76,500人 以萨加的子孙按着家族 属陀拉的有陀拉家族 属普瓦的有普瓦家族 属亚述的有亚述家族 属申伦的有申伦家族 这些就是以萨加的各家族 按着他们各家族被数点的 共有六万四千三百人 西部伦的子孙按着家族 属西列的有西列家族 属乙伦的有乙伦家族 属亚历的有亚历家族 这些就是西部伦的各家族 按着他们各家族被数点的 共有六万零五百人 约瑟的儿子按着家族 有马拿西和以法连 马拿西的子孙属马吉的 有马吉家族 马吉生基列 属基列的有基列家族 以下就是基列的子孙 属伊以穴的有伊以穴家族 属希勒的有希勒家族 属亚斯列的有亚斯列家族 属世间的有世间家族 属士弥大的有士弥大家族 属西伏的有西伏家族 西伏的儿子西罗菲哈 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西罗菲哈的女儿名叫 玛拉、罗阿、荷拉、密加、德萨 这些就是马拿西的各家族 他们被数点的 共有五万二千七百人 以下就是以法连的子孙 按着家族属舒提拉的 有舒提拉家族 属比杰的有比杰家族 属他汉的有他汉家族 舒提拉的子孙 属以兰的有以兰家族 这些就是以法连子孙的各家族 按着他们各家族被数点的 共有三万二千五百人 按着他们的家族 这些都是约瑟的子孙 变雅敏的子孙 按着家族属比拉的有比拉家族 属雅十别的有雅十别家族 属雅西兰的有雅西兰家族 属舒反的有舒反家族 属护反的有护反家族 比拉的种子是雅勒、乃曼 属雅勒的有雅勒家族 属乃曼的有乃曼家族 这些就是变雅敏的子孙 按着他们的家族 他们被数点的 共有四万五千六百人 以下是旦的子孙 按着家族 属舒寒的有舒寒家族 按着家族 这些就是旦的各家族 舒寒所有的家族 被数点的 共有六万四千四百人 雅舍的子孙 按着他们的家族 属殷拿的有殷拿家族 属易诗伟的有易诗伟家族 属比利亚的有比利亚家族 比利亚的子孙 属西别的有西别家族 属玛杰的有玛杰家族 雅舍的女儿名叫希拉 这些就是亚瑟子孙的各家族 按着他们各家族 被数点的 共有五万三千四百人 拿弗塔利的子孙 按着家族 属雅靴的 有雅靴家族 属姑尼的 有姑尼家族 属耶色的 有耶色家族 属世冷的 有世冷家族 这些就是拿弗塔利的各家族 按着他们各家族 被数点的 共有四万五千四百人 以上就是以色列人被数点的 共有六十万零一千七百三十人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按着人民数目 把地分配给他们做产业 人数多的 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 人数少的 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 要按着数点的人数 把产业分给个人 虽然这样 地还是要借着抽签分配 他们要按着自己 附加支派的名字 承受产业 你要按着所抽的签 照着人数的多少 把产业分配给他们 以下是按着家族被数点的立位人 数格顺的有格顺家族 数戈侠的有戈侠家族 数米拉利的有米拉利家族 这些就是立位的各家族 有利尼家族 西伯伦家族 玛利家族 姆士家族 可拉家族 戈侠生暗兰 暗兰的妻子名叫约基别 是立位的女儿 是立位在埃及所生的 她给暗兰生了亚伦 摩西和他们的姐姐美丽安 亚伦生拿达 雅比户 以利亚萨 以他玛 拿达和雅比户 在耶和华面前献反火的时候 死了 立位人中 从一个月以上 被数点的所有男丁 共有二万三千人 在以色列人中 没有数点他们 因为在以色列人中 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 以上的人 就是被摩西和以利亚萨祭司 数点的 他们是在摩亚平原 耶利哥对面 约旦河边 数点以色列人的 这些人中间 没有一个是摩西和亚伦祭司 从前在西奈旷野 数点以色列人的时候 数点过的 因为耶和华论道 他们曾经说过 他们必死在旷野 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 迦勒和难的儿子 约书亚以外 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这些人都没有剩下的儿子 这些人都没有剩下的儿子 这些人都没有剩下的儿子